18月4年7月,九帅分国全集自营,用炸药轰他天津城墙数十丈,猛将朱鸿章身先士族,从太平门上入城内,而后大肆烧杀抢掠,无恶无作。 乘此机会,李秀成与一干人都假扮成清军掩护右天王突围,但中突围清军发掘,李秀成只能将好码让给右主,自己责备俘虏,并押了两家总督府。 至此,历史十四年,纵横全国十余胜,攻略五百余座城市的太平坚国运动宣告失败,纵使李世贤,王海洋,陈德彩,冷荒的诸侯王,继续率领残不抵抗,但也很快被扑灭,不再成绩后。 对于太平坚国灭亡之原因,有一个观点是定都南京,将为者是偏安逸于,比定南逃失败之恶运。 在中国历史上,定都南方的政权,一般都会被北方政权消灭,而南方政权北伐几乎没成功过,这是一条定理。 在此,我们且不说这条所谓的定理是否正确。 笔者想说的是,同样将都承定在南京,朱元璋可以推翻元朝,明军可以阵阵蒙古骑兵到处打,为何红杏权去处处受治愈清军,最终惨败了呢? 要知道,在全国经济中心,已经难以知大背景下,南方政权拥有足够力量战胜北方政权,因为笔子雄厚。 其实,两者命运久矣,原因很多,但关键在领导身上。 定都南京后,朱元璋立经图治,红秀权享乐人生最高领导人的格局如何,往往决定这一个集团之发展前景。 这在红秀权与朱元璋两位农民运动里,秀身上得到完美的诠释。 定都南京后,朱元璋立经图治,发展生产,训练精兵强将,奉行高筑强,广积良,不称王之策。 先想方设法保存并壮大自己实力,而后一举剿灭其他各路一军,最终,被发源朝将黄金家族赶回草原放牧。 反观红秀权,定都南京后便开始享乐人生,不思进取,自认为天下已定,从此,神居天王府族不出户,压根就不理会政务。 右天王红天贵夫被俘虏后说,老天王的后宫,一共有两千三百名妃嫔,分成正月宫,又正月宫等近十个级别,自己九岁时,还选了四位太子妃。 清朝未免,红秀权自己却享乐起来,难怪会失败。 对待功臣名将,朱元璋放手使用,红秀权大业,未成变沙功臣在中国历史上。 若说是朱沙功臣最狠,朱元璋说自己第二,没人敢说自己第一,包括刘邦、红秀权。 但是,朱元璋诸杀功臣,是在天下已经安定,草原上的蒙古骑兵,几乎不再成为威胁之时。 要知道,经过徐达,李文荣,冯胜,傅友德,兰玉等人之穷追猛打,北元势力已经比李娃姐,各部内斗不休,已不成其后。 当定都南京时,朱元璋可没杀功臣,而是放手使用,还继续招乱人才,否则哪有机会推翻元朝,横扫曾经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献起呢? 反观红秀权,清朝尚未被推翻,霞军则正在举起,却动起了朱沙功臣之念头,想实现真正的大权毒烂,以致酿成天津事变,且不说这场事变死了多少人, 拜上帝教信仰崩溃,杨秀卿死亡,才是致命打击。 要知道,东王杨秀卿是唯一能够向全军方号施令的统帅,而且他本人真是才干注重,旅胜强敌,一步步将太平坚固从穷乡僻壤的今天,带到繁华附数的南京。 杨秀卿一词,太平均群龙无首,石达堪,陈玉成,李秀成等人再也玩不转了。 对待贪腐,朱元璋永远,洪秀卿是在纵容腐败在中国历史上,惩治贪腐最厉害的皇帝就两位,一是明太祖朱元璋,二是清世宗雍正爷,君是令贪官污吏本宫丧胆的主。 不过,硕硕到手段残酷,用正爷插烙珠几条件,毕竟他平时草知识他可不敢干,朱元璋则经常玩。 在朱元璋时代,只要他污污六十两银子,立马人头落地,管你官职多大,地位多高。 例如,驸马也欧阳伦就不服,非要试一试这位岳父的脾气,结果被处死,公主求情都不行。 就反复这一条来说,洪秀全跟老朱没得比,他不仅不反,而且自己还腐败,实乃是纵容腐败滋滋生,自毁江山。 例如,天津被乡军围扩时,洪秀全两位草包凶上洪人发,洪人答,居然还明目张胆地抢劫住城民众之物资,而洪天王对此则是不闻不问,李秀成对此相当无奈。 领导曾如此腐败,民众怎会支持呢?难怪大清可以延续近五十年。 总而言之,定都南京没有错,朱元璋获得成功就是最有力的说明,而洪秀全最终失败,不是因为定都南京,而是自己格局太低。 试想,若是由朱元璋来领导太平坚国,清朝还能续命近五十年吗?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